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Cosme Undersion League 新冠病毒疫情对于即将开学的你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 尤其是选择科系、几时开学、大学学费方面 只是凡事都有两面 在这次的危机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值得把握的机会 今天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来帮助即将升学的你更了解在疫情当下 有什么事实上是需要提防的 而应该察觉到的机会又是什么 我们会从三个重点探讨 第一 科系的选择 第二 最佳开学时期 第三 升学补助金 第一点 科系的选择 你必须要提防和察觉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面对经济萧条 有的公司裁员 有的公司减员工薪水 大部分的公司冻减劲 那么哪个领域受到最大的打击呢? 在选择科系的你 需要提防这些处于比较高风险的职业 根据thehmarkets.com的报导 事业率最高的三个领域 有渔业和种植业 艺术与娱乐业 餐营与住宿业 与其他事业相比之下 农业与服务业的事业率最高 在服务业中 受到最大影响的是艺术与娱乐业 分别有着38%的事业率 食品业35.4% 运输和仓储业18.7% 住宿业14.6% 那你们有没有察觉到 什么样的职业在这疫情当下 需求不但没有下落 反而还直线上涨 我国第一的job portaljobstrip.com 就有谈到这个课题 jobstrip.com Malaysia的manager说到 Company are still hiring especially in industries and segments wher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in high demand such as e-commerce healthc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 某些公司还在提醒员工 特别是e-commerce healthc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的职业 都有很强大的被需求 除此之外 Malaysia的另外一个job portal Wood 还有thehmarkets.com 也有反映着同样的情况 根据theh的报导 公共与私人机构 对数码生态系统的需求 也有增加的意向 如 免触碰电子系统 线上会议 电子付费等等 这个也不难发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对医疗团队特别的依赖 所以需求自然会增加 e-comment 则是因为网络购物普遍化 大众在行动广制令的逼迫之下 无意中习惯了网上交易 购物 比如Grab, Touch&Go, Shopee, Lazada 直接上企业网站下单等等 所以为了让各自的生意能从中收位 各路商家都积极开拓 网上销售这块 所以e-comments相关的专才需要也高度的增长 如Digital Marketing, Social Media Marketing 而且普遍认为这个增长在未来会持续不变 而为了称托e-comments 数码生态系统 各个企业都需要IT专才来建议网站 Apps 各个部门的电脑系统 Big Data Cyber Security等等 IT专才在现阶段和长远的需求都会持续加进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 可以深学的你说 也许这个疫情的发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更深入的考虑与选择的科系 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多考虑荧幕里的这些科系 因为他们的未来的需求都是很高的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些科系 学些什么 以后工作做什么的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把职业短片 课程短片 职业前景 发给你 让你更了解这些科系与职业 第二点 最佳开学时期 你需要提防察觉的是什么 可能有许多的学生 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在想 是否今年入学很可能要在线上学习 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到底应该现在报名还是明年呢 根据高等教育部在5月27日发出的文稿 大学最早可以在7月1日开始 让新生到校园类上课 只是还需依据CMCO的结束日期为标准 而另外一篇在5月15日 firstpost.com的报导 世界卫生组织说到 Covid-19 could become endemic like HIV and we never go away Who expect might rise 他说到这个新冠病毒可能会像艾滋病一样 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可能过了几个月 再有一两个感染群体 政府又实行MCO 学生还是被逼往上学习 所以建议学生必须要抱着适应 改变持续的心态 去适应这个新规模 adapt to the new norm 那提早开学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呢? 根据New Straits Times文章 一个basic degree的毕业生至少可以有 2393的月薪 你可以在这图片里看到 如果你选择找入学 你就会有机会在毕业后的6个月里 赚取至少14358的薪资 相反的 如果你选择等待6个月持入学 也许你就会错过赚取6个月的工作薪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opportunity cost 而且损失还蛮大的 而我也想要透过这个影片让你知道 其实有一些大学也明白到 这疫情的发生太突然 而学生也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个反应 因此有些大学也增加了他们的intake 好让学生们能更早地适应这个新常态 将学生猛兽的opportunity cost降到最低 如果想知道哪间大学有新的intake 欢迎你向我们询问 最后一点 升学补助金 根据FMM Federation of Malicious Manufacturers 的文告指出 在419家的公司中 有多过于50%的公司 表示他们的收入已下降了50%以上 对于那些必须要采取减薪措施的公司 不同阶层的职员被减薪的幅度也不一样 例如高层管理的人员可能会被减10-20%的薪水 我们可以在这文章里很清楚地看到这个COVID-19疫情的发生 影响了很多家庭的收入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带给生学的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许多大学都推出不同的形式的COVID-19疫情援助金 而我们COSMAC也为你整合了总共12间的大学、学院、疫情援助金的资料 最高的援助金可以高达17千 而你只需要符合入学的资格就能申请了 位置有限、预知详细 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任何一位Education Advisor 总和来说 这疫情暴露的哪些职业会有很好的前景 而且学生可以有早的应替 降低opportunity cost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疫情援助金节省学费 如果你想要把握一切的优势 马上联系我们 如果在看影片里未曾用过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使命就是协助学生选对方向、选对大学 欢迎你透过我们的面子书、IG留言给我们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影片 祝你升学愉快